拜登又搞了两个动作,第一个与中国有关,第二个也与中国有关,首先他宣称将访问越南,拜登在最近一场活动上对外宣称越南希望升级与美国之间的关系,想成为美国的主要伙伴,因此他决定将很快前往越南访问。 据拜登透露,他接到了一位越南领导人的电话,对方表示非常想在我参加G20峰会时与我会面,而且他希望把美国提升为与俄罗斯和中国同等地位的主要合作伙伴。 如果该说法属实,那么每月之间的这次眉目传情,无疑将是一场各怀鬼胎的接触。 今年三月份,拜登曾跟越共书记阮副众通过电话,随后拜登对外宣称越南是美国的重要伙伴,美方支持越南的繁荣,强大,独立和活力。 每月将联手应对域内挑战,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,拜登以巴巡高龄,不惜车马劳顿也要亲自访越,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可谓路人皆知,或许是最近菲律宾在仁爱礁上的活跃表现, 让美国唱到了甜头,想要借机进一步拉上越南,在南海共襄大计。 越南和菲律宾的共同之处,就是都在南海跟中国有岛屿纠纷。 在我们的南沙诸岛当中,光越南和菲律宾两家,就共计非法占领了我们近40个岛礁。 前些天中方刚用水炮问候了飞方船只,并要求飞方拖走作坛军舰。 随后非总统小马克思作出回应,扬言将继续派遣巡逻船,以突破中国海警船对仁爱礁的封锁。 小马自上任之后,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,一是对美开放军事基地,向美军开放多处军事基地,其中最近处甚至距离台湾仅有300公里。 二是在仁爱礁加码挑衅,菲律宾违背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所作的承诺,不断在仁爱礁加码挑衅,甚至试图强行闯交,以运输加固材料。 三是拿着画饼当令箭,小马之所以有恃无恐,很大程度上是因拜登政府声称,任何针对飞方的攻击,包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传制的攻击,都将驻罚启动美飞共同防御条约。 帅王画的大饼,连他自己都不信,小马却当成了令箭。 菲律宾的表现令拜登很是兴奋,又把目光转向越南。 截至目前,越南非法占据我们的南沙岛礁数量,是菲律宾的三倍以上。 这与美国而言,也就更有地缘文章可做。 回想当初越南战争期间,中国给予了北约大量物力、人力、财力帮助、资助的武器、粮食、药品不计其数。 但越南统一后,越共立刻翻脸,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,不仅否认袭杀。 南沙群岛属于中国,反而倒打一趴,侵占中国南沙诸多岛礁,把白眼狼的特性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,越南士兵更是上演了吃着中国大米,用中国教的战术对付中国之离奇一幕。 南沙群岛海域面积为88.6万平方公里,不但渔业资源丰富。 海底还蕴藏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,在行政上目前由海南省三沙市南沙区负责管辖,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。 本世纪前50年,由于国力雷弱,导致南沙群岛当中多达数十个岛礁被他国占领,其中越南自己就占了29个。 直到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,中国才将南沙群岛的永蜀礁等六个岛礁收回,填补了中国对南沙群岛实际控制的空白。 如今拜登显然想借访越之际,再次就中越地缘矛盾做文章。 但他大概忘了一件事,就是越南目前还在靠中国的电力接济。 今年4月,越南气温狂飙,河水大量蒸发,水力发电量飞掉四分之三,直接导致全国严重电荒,不得已紧急从我国广西购电救济。 像越南供电的业务,实际上早在2004年就已经开始,对此我们早已司空见惯。 但是对越南而言,一边用着中国的阶级电,一边打着承接中国产业链转移的算盘也就罢了,如果还想再配合美国搞地缘阴阴谋的话,那可真是有点没数了。 实力不够,不要硬凑。 神仙打架的时候,小鬼最好鸣着保身。 拜登的第二个动作,是签署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。 8月9日,拜登签署行政令,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,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、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。 还是老套的把戏,老套如拜登的风筑残区。 对于这老掉牙的套路,就连英国都在吐槽。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10日刊文指出,美国希望用小院高墙来防范中国,但迄今为止,好处并不明显,成本却比预期的要高,去风险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,而不是更加安全。 当你丧失自信,开始固不自封,就连盟友都看不起你。 何况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的最大失败,是你根本封不住。 越封锁,中国越强大。 最终美国杀敌八百,自损两万。 当真因了那句话,拜登和他的那批人,总是胸有成竹,有条不紊的把所有事都搞砸。 一直以来,美国自认为是全球科技的领导者,而中国的崛起对其霸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 因此美国一直在寻求各种方法来打压和遏制中国,但这些努力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。 反而倒逼我们在科技领域不断退伸出新。 此外,我们对加合这两种金属及其相关化合物,实施了出口管制。 这一举措使得让美西方尝到了去风险化的滋味,并让他们陷入了不断升级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层面的两线作战。 对于他们而言,这是难以承受的,所以说如今他们签署叫嚣已久的对华投资限制,虽然一直对外宣称是出于所谓的国家安全考虑,但实际上也是对加合者出口管制的一个反应。 这个反应只能说是再次证明,他们真的害怕了,并没有继续在半导体议题上继续升级贸易战。 这些年美国一直高喊脱钩锻炼和去风险化,但是中国市场庞大且潜力巨大,世界各国都希望在中国市场能分得一杯羹。 即使失去了美国的投资,其他国家也会迅速填补这些空白,而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,意味华尔街资本将遭受重大损失。 这一点想必他们是非常清楚的,否则他们前段时间也不会争先恐后的来到中国。 而对于美国高科技行业而言,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 一方面现在美国负责想象,中国负责实现已经成为一种模式,另一方面美国相关优势科技实体的产品和技术输出都将受到限制。 之前他们在芯片和5G上封杀我们,虽然我们也受到了打击,但同样美国也没有能够独善济身,而且受到的伤害比我们更加严重,使得特斯拉这样的企业不得不来中国蹭网。 此外这还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撕裂。 对华限制最快实施的时间是2024年,这个节点恰逢美国大选。 打中国排拉选票,是美国大选历来惯用的手段。 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,拜登的整体支持率只有40%,其中在经济方面只有34%,现在拜登签署了对华限制的行政命令, 而在美国内部一直有反对经贸政治化,反对干预和破坏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声音。 所以在未来的大选中,这将会成为共和党对民主党进攻的筹码,美国政治生态也会因此更加撕裂,或许正因了那句话,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。 现在的世界,实力才是王道。 在全球治理上的对比,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更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。 美国的所谓治理则充满了霸权、霸道和霸凌。 而原本当下正是中美积极沟通对话的时刻,现在美国又推出如此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的政策,只能说他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